我去买单 艾蜜 我现在不在公司 等我回去说啊 你还约了别人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放心 就算警察找到了我 也不会把你牵连进来的 因为是陆离自己撞车上 我没推他 怪车能怪他自己命不好 你胡言乱语什么呢你 不是你因为陆离车祸的事 叫我来的吗 什么车祸 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 你自己发的信息啊 叫我赶紧过来 你自己看啊 你还装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你演戏还演上瘾了是吧 起来 干嘛啊 赶紧走 起来 快走 既然来了 就好好聊聊吧 是你发的信息 多亏你这么多年 没换手机密码 来 来 你口红花了吗 我去卫生间铺一下 你等我一下好吗 什么情况啊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陆离看见 持刀追他的人 右手有道伤疤 我跟你说 我只想吓吓他 让他早点离开你 其实我可以对天发誓 这陆离的车祸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他自己撞到车上的 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我指使他的 你倒是说话呀 是我呀 跟我们这小门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我 我自作主张 是他 别装了 演戏还眼上眼了吧 这话是他说的吗 我没有演戏 是他在胡说八道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你指使的 他会认识陆离吗 是因为我们家小曼啊 一直放不下你 而你又有了别的女人 所以我之前才跟踪过你们 所以你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吗 那当然啦 昨日还打骂自己女儿的父亲 这次 竟为了女儿的感情考虑 还说你们没有在演戏 一诚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跟你好好解释解释 行吗 之前不告诉我真相 是为了你们演一出戏 让我自己发现三年前的事 是为了让我更加愧疚对吗 你真的变了 我就是 想让你重新爱上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过去世是过去世 永远成不了现在进行事 我跟你的感情 在三年前已经结束了 可是在我这里 没有结束 你说我变了 是 我是变了 可是如果我不变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 做到现在的位置 我也没有办法 达到你妈妈的要求 我更加没有办法 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 我做这些事为了谁 我都是为了你 所以我就该接受 你做事的方法跟结果嘛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只是不甘心 是我不甘心 还是因为你爱上陆离了 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以后私下也不要见面了 对了 我准备报警 我准备报警 你 什么玩意儿啊 我准备报警 现在你满意了 小曼 我是为了你 才想去教训那个陆离的 现在来跟我装父女情深 你早干嘛了 因为爸爸知道错了 我想补偿你 你还敢回来啊 你还敢回来啊 你看你干的好事 老婆 你别生气了 明天我就派人去的公司 把那几层楼收回来 替你出气 楼可以收回来 我的儿媳妇 能收回来吗 你还敢回来 臭小子 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 我怎么跟你说的 作为一个男人 要有责任心 要懂得担当 可是你做到了吗 你跟那个姓黎的女孩 搞得绯闻全公司上下的人 都知道了 你就是这么对你自己 弃死的吗 我以前有没有给过你选择 有没有给过你机会 有没有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舍不得我 撤回投资 所以选择了结婚 既然选择了结婚 就要懂得尊重 和善待自己的妻子 你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你今后怎么管理好公司 怎么管理好公司 怎么管理好公司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 孩子这么大了 你 你干嘛呀你 你 干嘛呀 妈 明天陪我去趟陆璃家吧 儿子 是要跟亲家好好道歉道歉 人家把这么好的女儿给咱们 结果 我会追回陆璃 真的 我想明白了 我喜欢的就是陆璃 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一直没有放弃 现在换我 我也可以 好 好好好 现在想清楚也不晚 我相信我儿子 一定会把小离给追回来的 儿子 刚才撞在这儿 疼吗 不疼 我先上去了 你干嘛呢 老公 我让你教训教育他 你干嘛要动手啊 好了 你是没控制住 不疼 我错了 老公 你要干什么 他肯定还没吃饭呢